这是105年底发生在金融市区旭川河的油污事件 为了避免类似污染事件影响民生用水 在水公司方面与资策会合作 将装设在八堵抽水站抽取基隆河的监测仪器智慧化 并增加水中油污染监测项目 每10秒主动推波香温检测结果 协助水公司及时阻结受污染的水进入新山净水场 我们只要放了设备在里面 它可以随时在监测 以目前来讲在每10秒钟传送一些资料 所以它实际上是相当于时时刻刻 替我们在监看的这些相关的环境 这样才能够让民众的用水安全能够得到最大的保障 现在手机都可以看得到 它每10秒钟就会推波一比 目前的导电度 水温 还有水中油 还有浊度的变化 那我们从这几个数值就知道 目前现在原水的浊度大概1.63NTU 那我们营用水的水的标准是要在2NTU以下 所以它原水的水值都已经符合我们营用水的标准 除了保护民众用水安全 这项智慧监测系统也能协助金融市环保局方面 更快速方便的击查污染来源 这些污染物包括油污啊 这些SS啊 或是一些的物质跑进去 其实反映在的就是它的导电度值的一个变化 那这样的一个迅速的一个推波 可以让同仁在还没有到达之前 可以做初步的一个筛检 来确定有可能的污染源 所以可以有利于快速的一个机场 金融市长林又昌非常感谢水公司与资车会超前部署 从源头共同守护金融汐止地区 20万用户的民生用水安全 他也建议未来可以进一步 让所有民众都能及时获得相关资讯 现代的公民社会 这个政府的资讯的揭露是很重要的 所以未来其实也可以考虑 让民众也可以及时的去了解到 现在水源水质的整个一个状况 我想民众会更为安心 根据统计 全国用水有45% 至河川等地面水 资车会方面期盼 这一项领先全国 在金融实施的民生用水源头智慧监测系统 未来可以陆续推广到其他县市 共同守护民生用水安全 民生用水 我来守护 记者张旗腾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帮助